大家好,我是卡爾 那這次少女迴戰出了新的武靈體 那是兼奈非公神 兼奈非公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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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武靈體啊 是給這個 新的那個 莫蘭劍星、貂蠶 還有貂蠶 還有貂蠶趙雲 婚禮大作戰、張禾、曹章、李白 遠枕、杜甫、白居域 這幾個可以使用啊 那他的這個技能 如果你念到LV5的話 是無視傷害防彈提升60% 那攻擊力提升60% 防禦力提升60% 那敵方任意武將行動的時候 如果自身處於護盾狀態 那回復自身的30%最大生命值啊 如果自身沒有處於護盾狀態 那將會獲得30%自身最大生命值的護盾啊 那持續三回合啊 那護盾就是吸收受到傷害 那無法觸發生命值與吸收與傷害反彈啊 那這個LV5才有60、60、60的那個攻擊加防禦加反彈啊 那LV4的話 是只有48跟40 而已啊 那就沒有加攻擊力 那就是如果到LV5 有加攻擊力會比較好 不過 到LV5那個代價的話很大 所以就看大家 需不需要這個攻擊力提升60% 如果只是要防禦力的話 到LV4就可以了 OK 那就這樣子啊 那喜歡影片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